關鍵人物叫黃國昌 因為他不是最喜歡最喜歡咆哮嗎 對不對 黃國昌 今天林楚音出來開記者會 他就點名 他說 李玄教當時會選 他就李玄教當然話完了 我沒有啊 黃國昌罵他說 恬不知死 你活在什麼平行時空 然後呢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號 柯文哲特別提醒現場民眾 一起祝福李玄教勾票動算 到十一月十二號十五點 針對柯文哲力挺李玄教 照片中這個人沒有說一句話 事實上到今天早上 早上林楚音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一句話都沒說 欸 下午說話了 說什麼呢 這個我們請小玉來幫我們評評理 講這個話有沒有道理 林楚音開完記者會之後 黃國昌發文反擊 他說民進黨這樣的政治攻擊 真的是low到幾點了 我自己 我根本不知道柯文哲 有沒有支持李玄教啊 但是我個人不會支持李玄教 話風一轉 向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老家 違建沒繳稅 還公然說謊 欸 小玉 所以柯文哲這樣子 跟李玄教 手砍手話動算 這樣黃國昌不知道 柯文哲有沒有支持李玄教 我黃國昌如果真的為了不分區立委 要忍氣吞聲到這種地步 那我必須送他三個字 就是真噁心 陳大事者不拘小捷 真噁心啊 就真的很噁心啊 對啊 導致今天的那個節奏 奇怪 陳大事者不拘小捷 那回過頭來我先講 就是說柯文哲爆出口 這件事情是人設的問題 那我必須講 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要求 還是蠻高的 譬如說我剛剛 我小孩如果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要是他在家裡 跟我講這些話 那我要怎麼教他 他說我們總統 也是這樣說的啊 那我要怎麼教小孩 所以這種政治人物 還是一個典範 是一個人設的問題 但是比人設呢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那個核心價值 那說實在的 當之前柯文哲 他可以跟中東景 可以跟嚴寬恆 這些人同台的時候 他下一個就是李全教 其實已經補意外了 再加上你可以想像 他之前的那個 台南市黨部主委 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是根本 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是開綠燈了 他只是幫他鋪陳說 後來他要跟他個人 要跟他在同台 那好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另外 更噁心的 還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 事實上他在之前 還開了直播 他去大篇幅的去罵 罵李全教 跟這個黃文忠 因為他們是光電的利益 八八槍級的 對 光電利益的 這個糾葛搞不清楚 所以才會去 影射了這個八八槍級事件 他開了直播 在那邊一直大批判 那你那時候 在批判的時候 結果後來現在 柯文哲去跟了 這個李全教同台 然後你記點點 你還去講說 那我是不支持李全教 我不知道柯文哲 要不要支持李全教 這不是真的 眼睛說瞎話嗎 柯文哲已經跟李全教 只是他手沒有握起來 然後還在那邊互助高票當選 這個叫做沒有支持 我覺得黃國昌 你是為了要當不分區立委 你已經 這個我已經不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了 是他眼睛夜障重 夜障重 他隔壁 他旁邊家停車長都看不見 好好好 老師今天這對黃國昌滿好的 好那黃國昌當不分區立委 之前要先做身體檢查 那我覺得更 另外一個更噁心的事 其實是朱立倫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藍白還是可以去彈劾 因為你知道 在看到這個柯文哲 去跟李全教同台之後呢 朱立倫 馬上也去跟李全教同台 而且我為什麼說更噁心 他是拉著李全教的手 竟然說李全教是正義的好朋友 說李全教是正義的好朋友 那為什麼國民黨不提名李全教 我當時我是驚呆了 他說他是被冤枉的 這麼優秀的人才就應該提名 我就說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他是正義的好朋友 你就提名他 你有種國民黨就提下去 而且你知道他怎麼講李全教嗎 朱立倫說李全教 是從小一路刻苦長大 用功讀書讀到了博士 他為什麼會變黑 是因為碰到的賴清德變黑 我很想說 朱立倫你到底知道 你是不是在講什麼 是賴清德叫你去會選嗎 叫你議長會選 叫你議員會選嗎 他說是碰到賴清德給他碰黑 他等於是法院認真 我聽到我就覺得說 朱立倫到底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難怪他們會變成好朋友 現在可以再談和 所以你就知道說 核心教職到底在哪裡 那我說實在的 我就說柯文哲今天 他為什麼有點機不擇時 是因為民眾黨在南部 已經沒有人了 可是沒有人你也不能夠 就是說你挑到一個 你自詩這個稱為黑金 就你把黑金的人夾到籃子 都是你的菜 那你沒人到 你都可以去跟李全教 跟顏寬恆跟中東景 這些人同台的時候 你還要自詩為白色力量 我真心覺得一方面是人設問題 更重要的是核心標準的 這個價值問題 大家要看清楚了 柯文哲曾經講過 九二共識就是下跪投降 對不對 然後九二共識現在是國民黨的黨綱 對不對 那柯文哲現在跟藍白合 請問柯文哲你有認同九二共識嗎 所以苦林 柯文哲現在到底什麼事 這個柯文哲的顏色非常精彩 等一下 這個有一句話 我們可以問任何 世界上任何一個人 但是就是不能問柯文哲 就是我們問說 你怎麼跟你以前講的不一樣 我們問任何人都可以問 你怎麼跟你以前講的不一樣 但是你問柯文哲 柯文哲說 沒有勒 就是這樣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任何東西都只是他的墊腳石而已 柯文哲講過他是墨率的 柯文講過他是228受難家屬 哪天他又出來道歉說 沒有沒有 我主婦不是 我被殺死活該的都有可能 對啊 他大家還記得畫面嗎 他公然把他中華民國身分證剪掉 我現在很好奇那一份是假的還是 不然你現在後來是什麼 又去申請補發的 可以申請補發 你當年可以減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那你現在可以提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來做你的不分區立委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其實我看他我是覺得很悲慘 因為歷史上太多這樣的人物 大家都說他只有空軍沒有陸軍 他其實就只有空氣 他們以為這空氣就起風了成像 結果風起了半天起不來 那民調就一直那麼低 然後他就發現原來我沒有風 我只有灰塵 那既然灰塵弄髒一點造成霧霾 所以不好意思今天又要引用錯誤的成語 泰山不辭細攘不能陳其大 就說什麼垃圾東西都拋過來這樣 如果要簡單講叫做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吳坤毅說這個叫超限戰 如果是這個蕭敬言說這個叫做收垃圾 這也沒有錯 剪到籃子都是菜而已 對他現在就是不管 垃圾通通都收 所以對於李全教來講 大家不要誤會 他找李全教是很有理由的 因為你還記得嗎 他在他們民眾堂的一個法會上 他有說很奇怪 有些人碰到我就會變好 有沒有 所以李全教顯然碰到他也是變好了 所以我覺得剛剛博文說的對 我們真的不要太神奇他 我們不要咒罵柯文哲 我們要嘲笑柯文哲 我們要鄙視柯文哲 我們要把他就看作骯髒空氣裡的一顆灰塵 我們的彩虹是紅橙黃綠藍電子 這是柯文哲的顏色 藍的反扶帽對不對 然後綠的提名阿扁小組有意料造型陳昭之 然後黃珊珊橘的 邱毅新長白黃的 李全教黑的 然後他們白的 然後再加上紅的 藍綠橘黃黑白紅 這是柯文哲的彩虹 請大家 請多多採納 你如果用這個記得要付錢給我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